市场增速放缓,行业竞争空前激烈,经耕造车30余年的依气大众却更加深谙,将产品之根消费者,才是长久之际的发展哲理。 如今全新一代宝来的蜕变而生,似乎也在一次印证了一气大众堆旅行这一方真的信心与耐心。 6月29日,基于MQB平台打造的全新一代宝来上市,这辆承载了国内230万车主希望,同时见证过中国A级轿车历史变迁的产品。 在这一天蜕变新生,重新上路,全新一代宝来在以几乎相同的产品力,对标浪E Plus的同时拉低了3000元的起售价格,励志延续经典,重塑中国A级车市场格局。 整场发布会中,全新一代宝来毫不掩饰地将MQB用于产品前缀,一方面肯定了MQB平台6年来对大众品牌的影响深远,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其对于宝来在换新定义后莫大作用。 全新一代宝来据了解,新一代宝来实现了全新工厂、全新平台、全新设计的全方位蜕变,也因此成为宝来品牌车型。 有史以来变化最大,最彻底的一次换代,一气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,大众品牌执行总监孙惠斌。 对于新宝来的问世这样评价,脱胎于MQB平台的全新一代宝来,七颠覆性的改变与当下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谋而合。 相信全新一代宝来将重新树立国内A级车市场的新标杆,2001年首款宝来问世中国,成为一气大。 重计结达后又一辆针对紧凑及轿车而打造的细分产品,限于当时汽车产品相对单一。 宝来凭借加大的空间尺寸,圆润前卫的外观设计,搭配全新的动力调教,与大强度的车身刚性,制定下了当时市场对预警凑及轿车对后入者的一个新衡量标准。 而宝来也就此开始被市场接纳,时至今日,如是十余年的宝来,仍作为一气大众品牌的销量主要贡献者。 全新一代宝来历旧迷新,未见衰败,如此而言似乎宝来并没有临近所谓汽车产品生命周期末端,所谓不得不迭代更新的紧要关头。 那么,为何一气大众仍基于厚望,并将既定于九月问世的产品提前投放市场,纵观国内乘用车市场格局? 虽然SUV产品一军突起,但轿车市场依旧是容量最大的市场,而其中占轿车市场容量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紧凑型轿车市场,是2017年末紧凑型轿车市场在轿车市场的容量,占比仍超过60%。 这一总量与小型SUV市场加紧凑型SUV市场的容量之和基本相当,换言之从市场容量的角度讲,紧凑型轿车市场,无疑是最有市场空间的细分市场,意味着,即便一线有产品作为基数,哪怕未来陆续还有新产品进入,也都有机会在该细分市场,找到自身生存的空间。 而市场乱象也由此而生,眼下几乎所有A级车新品,均通过无限度的调整车身尺寸与大小,拉高销量,以此获得出人意料的市场回报,使得,A级空间大拼杀,愈演愈烈,也让B级车和A级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。 新车迭代速度加快,A级大车淹没小型B级车,产品跨界蚕食严重,也加剧了A级车与B级车之间的近身绞杀。 作为曾经A、B级车一宽泛标准的制定者,如今的宝莱显然有义务,在一次明确划分界限,基于大众成熟的MQB平台,在柔性化生产的立端,全型宝莱的车身尺寸达到4663毫米,1815毫米,1473毫米,轴距达2688毫米。 在突破原有紧凑型家用车的定位范畴后,宝莱也为未来的紧凑型产品发展,又一次定下了行业新标准,全新一代宝莱早在新车首发之际,舆论就赋予了新宝莱,除名自爱很难找到相同之处,这样一个直观的描述,殊不知这一改变背后充满了外界对于大众品牌首次将MQB平台,下探到紧凑型产品所充满的期待。 但也许会有人困惑平台核心,对产品究竟意味什么?直观来说,基于新平台的打造,新宝莱的产品力得到有效的提升,让曾经专属于高端车的豪华创新配置。 下探到如今紧凑型市场,不乏如今宝莱所搭载的LED大灯,LED日行灯,带自动驻车功能的电子刹车系统,无要是进入与一键启动系统,甚至将双驱自动恒温空调,智能弯道辅助照明系统,城市紧急制动和倒车紧急制动等配置也能够囊括其中,极大增强产品自有竞争力。 此外,基于MQB量产的宝莱更重要的在于其扭转了MQB及高级车平台的片面认知,同时将更多无形的优势回馈于市场与消费者。 很长一段时间,消费者习惯了PQ系平台生产低档车,MQB生产高档车的固有认知。 事实上,MQB的精髓在于其通过模块化生产、组装平台,使得更多的车型零部件达到很高的通用率,以更快的效率来提升平台自动化、科技化程度。 全新一代宝莱据了解,正是得益于MQB平台的规模优势。 全新一代宝莱的筹建初期就选用了大量的轻量化材料,包括车身骨架、电子电器、底盘等等,轻量化装备的搭载。 在减轻车身重量的同时,还使得整车节油的贡献度接近25%,同时及大提升车子的动力性能。 有内部专业人士向汽车预言加透露,启用MQB平台量产后,全新一代宝莱将比上代车型整车减重40到60千克。 全新一代宝莱此外,横置发动机加发动机前置的布局,作为MQB平台的一大特点。 在下探宝莱后也为其带来品质层面的改善,资料显示,全新一代宝莱将在原有基础之上调整车子轮距、轴距和悬下,以生产不同风格和类型的车型。 与此同时,在必要环节有效控制成本后,全新一代宝莱的底盘结构中选取了85%的部分均采用高强度钢材料,并广泛应用了热成型钢材,以及激光焊接车身等, 极有效地提升了防碰撞性能,又保证了更好的安全性与节能性,眼下市场增速放缓,行业竞争空前激烈,经耕倒车30余年的一气大众却更加深安。 将产品质跟消费者,才是长久世纪的发展者里,如今全新一代宝莱的蜕变而生,似乎也在一次印证了一气大众对旅行这一方真的信心与耐心。